丈夫语气满满愤怒 身为陆佩的太太来台有23年了 想把在中国的年满父母接来台湾 却发现好难好难 因为陆佩太太的65岁妈妈罹患高血压 想接到身边照顾比较安心 不过太太打电话去询问 移民署承办人员却说 满70岁以上的父母才能申请来台定居 但每年有一定的配额 申请登记后大约要等长达15到20年左右 收到这样的答案实在笑不出来 因为等这么久 到时候很可能账辈已经离世 怒批这样的规定根本形同虚设 你说年满70岁才可以申请 那还要再等上那么久 那你是不是说可以把这个年龄 年龄往下降一点 看得到吃不到让民众好头痛 虽然移民署对于民众的陈情 结稿前还没回应 不过其实根据规定 陆沛取得身份证后 要申请父母来台定居 除了需年满70岁以上 还要排等数额 每年只有少少的60人 排到后才能来台 不过如果是其他国家的配偶的话 其实规定更严格 目前父母想来台 疫情居留 法令还没开放 只能申请探亲签证 最多能在台停留180天 算下来统计到2023年7月底为止 台湾的陆沛大约有38万人之多 如果短期内开放太多数额 让陆沛父母来台疫情 恐怕会有耗费健保资源的疑虑 不过规定是否可以更辨明 还有待政府多思考规划 天律的新闻 徐坤山留一生 台北送马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